三个月的曠日 画面正常吗?会闪烁吗?声音OK吗?亮度OK吗? 正常!漂亮! 韩版的那个进度的话 开放新的地图大概是在2个月左右 街铁区大概是在2个月左右 那对应台版现在的进度 照理讲它也差不多是一个月、两个月 五月份应该是要开事前预约 台版已經有先把一些整合的東西 系統的東西已經更新上來了 像那個合成點數就是包底 跟熟練度也都已經開了 組隊副本跟血盟聯合系統 這也是很後面才開 所以台版應該是在2月 5月5月底的時候 應該是要開事前預約 因為它也是間隔兩個月 如果它再往後推的話 推到6月的話 大概 大概就會整個它的時間 又要往後推移了 但是它是月初就已經預約了喔 但是現在已經月底了 它如果不出預約的話 整個它後面的時間會推得很後面 所以我預估啦 應該是在明天它最少要 要給的事前預約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TJJ 就是各個職業它都會給你選擇 在下面這個視窗你去選你要的職業 去挑戰紅辯 保底藍的TJJJ 寫之早的它本來是分開開的 它這一次把它加進來 就是說它下一次不會做獨立的更新 它已經把它加進來了 槍的這個職業本來是在雅丁的時候一起開的 結果它現在把它拉進來 那根據日版那邊的消息 它是6月13號開 6月13號開等於是說 你的象牙塔也還沒開 它就先開槍了 所以這是蠻大的一個要件 然後 象牙塔1、2樓會一起開 3樓會獨立開來 這是我預估它沒 因為它如果一起開的話 它很多東西它變成是要往前或往後 所以我估計它是1、2樓一起開 然後3樓再追加 可能再隔一個月再追加 台版的這個網頁 基本上它透露出來的就是說 它已經要趕上韓國的進度了 這是韓版的網頁 所以OLED開完它是直接後面開 元素副本 然後元素副本裡面帶有了 雅丁、奧曼跟工程站 所以它現在已經把工程站已經拉到 OLED這個版本 然後要去開 這一次其實我大概有整理一下 哪一些地圖 這一次好像不會開 這邊 只會開這個部分 上面這個區塊全部都不會開 這邊對應的話就是封界 火界 血之沼澤的話它的經驗大概是在6000到9000之間 它的強度等級跟 龍北、龍東都差不多 大家可以就是穿全岸進去 所以會比較輕鬆啦 它的重要掉落物品是一個叫血腥綁腿的 只有這隻怪會掉 而且它這隻怪只有好像兩三個點會出了 數量非常稀少 上部分的話就是比較高等怪 下面這一區塊就是比較低等怪 這邊掉的東西其實都不錯 掉一些勇士T恤 然後會掉戒指 還有這個 英雄戒指 席太腰帶 減3加2 那外圍的話就是封界 這邊是外圍 外圍這邊是封界 裡面的話是暗界 諾諾峽谷 它的等級大概是在64到70 那命中的話 我覺得110已經是保守了 最好是都120 那經驗大概是在14000到20000之間 所以你看它的經驗其實很高 那蜥蜴草原我們會分成 東西蜥蜴草原 那那個的強度就沒有那麼高 那命中推薦大概在100 100的話命中大概是75% 那怪的經驗等級大概9800到11000 就多一點點 這個地圖最重要的東西 除了紅樹以外就是白莊 白莊有很多收藏 所以蜥蜴草原東它的怪物等級大概是在65 經驗大概10000到13600之間 比剛剛的西部多了大概2000多的經驗值 然後它最重要的物品其實就是三件新的藍披風 跟地獄拳腰帶 那再來的話就是提馬克獸人區域 這邊的怪物等級在61到66之間 那經驗從10000到14800又比剛剛那邊多一點 那屬性是火 然後提馬克獸人它最重要的就是光之綁腿 然後再來就是紅書沖暈 提馬克獸人區呢要打哪一隻怪 就是打這隻胖子 這隻會掉蟲子移動 然後再來就會進入到獵人之谷 獵人之谷的等級又更高了 61到71 最高有到71 經驗有到20000 所以為什麼我寫命中100以上一樣 你進去打一些小動物 命中100就夠了 但是你要打比較好的東西 那個就要到123 那下面再來就是黑色森林 就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它裡面全部是掉印記 那它的命中要求沒有很高 歐瑞這一塊被雪覆蓋的地圖 你最好是130過來會比較穩當 那經驗值大概一望128到195之間 128到195之間 那獵人要賽的話 也是另外一個我覺得蠻好練的地方 因為它會掉蠻多藍色裝備 藍色技能書 藍色武器 紅色技能書 紅色飾品 這個地圖蠻好練的 但是它的命中要求一樣 130以上 我的建議130以上 所以今天呢 我的重點就是下面 會開這裡 上面這邊不會開 獵金什麼時候開 我這個時間表我有推了一下 獵金應該是在11月份 11月份開 因為沼澤已經先開了 槍也先開了 所以象牙塔 應該它會分成兩個月去開 開周邊的地圖 再開象牙塔1樓2樓3樓這樣子 預計 6月8號開的時候 6月8號開的時候 會有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是什麼呢 就是 你簽到 送抽卡 送飾品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每天可以領得到金幣 10萬 所以這是6月8號 當天會開的 然後在下一個禮拜 6月15號會出什麼活動 我估計它應該會出 冰凍神廟的活動 裡面是打一些 五房捲啊 冰凍 冰凍這個 冰凍這個很重要 它是換你的飾品 強化石頭 冰凍結晶呢 可以做 精靈強化石 精靈強化石要什麼呢 要3顆生命祝福石 然後要一般的 Quality的材料 所以材料可能會稍微漲價一點點 生命祝福石呢 會不會漲價 有可能 我不確定 階段1 洗技能 技能抗性 階段2 洗防禦或 減傷 戒指洗命中 手環 洗命中 或者是屬性傷害 然後腰帶 然後洗三條屬性 防禦 防禦 抗性 帝國界技能傷害增幅 最多10% 白色的8% 好不好 我這已經頂了啦 加命中 又加技能傷害 完美 然後視頻 防禦跟減傷 T恤 防禦 屬性 減傷 啊 救命啦 我的腦波怎麼這麼弱 欸 開玩笑的啦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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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快樂 快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